真正的爱一个人是心里装的,眼里看到的全部都是你,她的一举一动都会透露出对你的喜欢,相反的不爱一个人,她骗不了自己,当然也骗不了你,只要你细细观察,就能知道你面前是一个怎样的女人,只有心里装的不是你的女人,才会出现这五种行为。 一,在你面前总提到别人,明明和你已经在一起了,明明她应该全心全意的爱你,但是你却发现,这个女人总会不自觉的在你面前提到别的男人,这肯定不是偶然,因为这是她心之所向,只有心里一直挂念你,才会不自觉的在言语上说出来。 二,总是背着你用手机聊天,如果不是问心无愧,女人不用发个消息,还对你躲躲藏藏,所以总是背着你用手机聊天的女人,她的心里一定还装着别人,而且就是正在和她聊天的这个人,只有心里装的不是你,才会把本该用来陪伴你的时间,拿去和其他男人聊天。 三,家里还留着前男友送的礼物,如果女人还在家里留着前男友送的礼物,那就说明她的心里还住着这个人, 她对前男友还有感情,所以一直舍不得丢掉她曾经送给她的礼物,感情中出现了这样的行为,只能说明她爱的不是你,也许你只是她过度期的疗伤品。 四,无论你对她再好,也不会感动到她,女人其实很容易被感动的,没有哪个爱你的女人会把你对她的好事做理所当然,更不会无动于衷,除非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人, 因为如果心里已经装了别的人,那么这个女人的心里再也没有位置给你了,你对她的好也感动不了她。 五,种在你的身上找到别的影子,只有心里装的不是你的女人,才会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心不在焉。 她放在你身上的眼神,就是透过你去看到别人的影子,她的心里有别人,而你只是那个人的影子,也许她对你爱而不得,所以才勉强和你在一起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